这支个股推介是平保2318 经济部投资业划早选择原因是 内地推出多项的措施支持楼市和经济 刺激内房股近期大升 平保持有大量的房地产投资 同样可以得益 加上保险业务有望走出谷底 可以作为捕捉大市反弹之选 瑞信说平保的房地产投资达到2070亿人民币 占保险资金组合4.8% 当中45亿投资在碧桂园 25亿是股权投资 房企资金压力短期得到缓解 推高险资所持的资产价格 另外平保的业绩有望走出谷底 根据彭导组合预测 盈利今年预料转升4% 明年增速加快到2.9% 新业务价值今年仍然跌了2.2% 明年转升7% 平保股价 今个星期升穿2月以来的下降轨 走势转强 星期四跌0.8% 策略上 投资者等候回涛到42元收集 下站挑战 前顶大约47.5元 如果跌穿39元就要减持 我们下期ж都要承拟下李雪山 蹦 苹